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两周免费试听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可滚动的一个组件 叫做Single-tailed-screw-view 那么它当然它使用的时候 最外面需要使用一个包裹组件 叫做screw-bar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最外层叫做screw-bar 然后它有一个属性叫做child 那么这个child叫做Single-child-screw-view 然后这里面再是一个child 然后当里面内容只有一个 它里面内容只能有一个 那么当这个内容高度非常高 已经超出它容器的范围之后 它会自动出现滚动条 那比如说这里面我写一个head3000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背景色 要不然看不出来它的颜色对吧 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叫做right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样子 一个红颜色 那么这时候我能看到当我滚动的时候 上下是不是就出滚动条了 上下就出滚动条了 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一个组件一个widget 它的高度超过整个容器的高度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这么来使用 在最外面套一个叫screw-bar 然后里面套一个叫Single-child-screw-view 这两个配合使用就会生成一个可滚动的区域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介绍叫做list-view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解list-view 那么list-view实际上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list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它应该是有n个元素这样组成的 因此我们用的这个例子是固定表头的list-view 这种应用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写body 然后这里面写上一个column 代表它是一列 然后里面有choven属性 那么我们首先先写这个表头 那表头应该是叫做list-title 然后它需要有text的属性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表头 那么text的属性 我们可以写上一些文字 是吧 那么我们叫做固定的表头 固定的表头 叫title属性 title属性 那么这里就是固定的表头 那么固定的表头 写完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写这个list-view 因此我们在这写上这个list-view.builder 那么代表它是要构造这个list-view 构造list-view 那么这个写法非常像安卓 因为它会控制内容可见不可见 那么当这个某一个列表里面的一个子单元滚动出屏幕区域的时候 它会被我们回收掉的 那么这个主要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内存 为了节省内存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是有坑的 给大家预留了一个坑 来我们按照这有坑的方式继续讲解 那么这个builder里面它需要一个itembuilder 我们要把这个方法实现 因此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 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我们一运行 当然这不是坑是吧 这是因为这个方法它要求我们应该有一些参数 但是我们还没有指定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我们叫做builder context 那么第二个方法是我们 构造到第几个了 这个是index index 然后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是有问题 是吧 我们看这个builder context 是不是有拼写错误 我们重新拼一下 builder context 那么刚才应该是有拼写错误 那么这个builder context 实际上就是构造一个一个的内容单元 那么在这儿我们可以先指定一下 它有多少个 那么我们可以写一下item count 那么这个将来实际上是来自于阿甲克斯 从服务器取出来的结果的数量 那么我们暂时先定50 假设我们是一个分页处理 每页有50个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return每一个子单元 return 假如说我们现在暂时先return一下text 每一行是一个text 将来每一行应该是一个container 那么在这儿我们先暂时return一下text 然后这是列表内容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我们可以写到$index 那么它会自动把这index给拿过来来用 可以自动拿过来来用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来写 加上index.to string 这样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 来我们来运行的时候报错了 这是我们预留的坑 然后这两个看起来非常合理 list title完全没问题 那么出问题是list view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报了什么错误 嗯 报了什么错误 这vertical space will always enough vertical space in this case consider using column instead 然后否则的话 我们应该是使用这个property sync wrap property 那实际上它主要目的是说 它不知道高度有多少 它也不知道怎么来计算 所以呢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高度 让它知道它的复合子有多高 因此整个这个list view 它应该在某一个复盒子里面 我们先给它住了 一会儿给它放到复盒子里面 我们应该在这儿做一个container 复盒子 我们得告诉它有多高 因此我们给它一个高度 比如说400 然后在这儿我们给它一个child 那么这个child才是我们这个list view 有时候我得把这个list view放到某一个 复盒子里面去 这样才是正确的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代码的结构 缩进需要调一下 这样能够看清楚对吧 能够看清楚 我们是给它的一个复盒子 告诉它400 那这样它就知道list view 在多高的范围内进行计算 我们来看现在现象 它在400的高度里面可以进行滚动 可以进行滚动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list view这个组件 list view组件 实际上list view拥有的属性非常多 拥有的属性非常多 那么比如说在这儿 除了item count 还有item extend 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这每一个item 它要有多高 比如说可以指定每一个item 它有50这样的高度 好那么我们也看一下 这样每一个高度是不是都50了 每一个高度都固定占50空间了 那么其他的具体的API使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API文档 那么最简单的list view就是这样来实现的 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list view的使用方式 那么我们第三个要介绍的叫做grade view 那么grade view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布局方式 那么它是一个格子布局 也就是说它横向有几个格子 那么当超过这个格子之后 它会自动往下排列 那么当然这个格子也是一个固定的方盒子 或者是按照某个比例来调整的一个盒子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方盒子 那么我们还是使用body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练习 那么首先我们body后面跟着的是grade view 然后里面我们需要写一个grade view delegate 它是对grade view的一个限制 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silver silver 选择上面这个fixed cross 横向是固定的 那么第一个属性cross 代表它横向有几格 那么我们横向可以设定一下横向 比如说一行有三格 一行有三格 然后还需要设定一个属性叫做aspect 那么这个是每一个它的横纵比 每一个的横纵比 那么这时候我们选择一 因为我们要一个方盒子 我们通常都要一个方盒子 然后就是求这属性 我都有哪些子元素 那么这样它能够排列下去 那在这我们可以设定几个text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设定一个123456789 我们可以设定9个格子 那我们copy一下 我们把这个格子都改一下文字 程度GridView 通常比如说我们相册 是不是也是GridView 非常常见的一种布局方式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我们看到123456789 那这样9个格子 9个格子 因为它们是有9个这样的子元素 那么是由谁来控制的 是由这个cross 每一行有多少个 是由这个cross来控制的 那我当然可以让它变得更多 可以写每一行有4个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现象 那这样就是4个 那么第9个它不满足 它会甩下来变到第三行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GridView 实际上我们在具体的开发当中 ListView更常见 因为它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形式更常见 那么对于GridView来讲 它也有一些它自己读到的一些 显示的区域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做9公格8公格 这样的布局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GridView 那么对于第一种 我们讲到的ScoreBar 还有SingleChildScoreView 这种我们用的也还可以 是吧 也还可以 当我们只有一个元素 还特别长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SingleChildScoreView 这个组件 我们下期再见